下面的大家继续 选完了这个property属性 我给大家简单也是一个demo 咱们还可以用来干什么 就是功能很复杂的话你看不清楚 我给你写个简单吧 咱们先说这些东西 意味着什么 只说这些意味着什么 定义了个money link 里边有个私有的属性 是吧同学 为什么要定义私有属性 你定义公有的不行吗 为什么要定义私有 你定义了私有的属性之后 请问是不是就防止了 接下来你通过money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 给他给他的词了吧 这是个道理的吧 咱们私有属性 是不是不能通过外边的实力对象 直接用啊 这个知道吧 来验证验证啊 class money 然后object 然后在这个地方 diffinit 接下来我self 然后写上一个东西 叫做money 然后 稍微写了个括号是吧 这里边很尴尬啊 我就以mac了啊 无版图里边这个 特别不怂 看着 class啊 我定一个叫做money 然后呢object 然后在这个位置 diffinit 下滑线下滑线 self 然后这个地方呢 money啊 然后冒号写上 self 下滑线下滑线 money 同样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下滑线 这个 m等于money 对吧 m等于money 然后我接下来 我这里边写了个什么东西 比方说我穿了个100 哎 收下这个括号 那么请问m 点 下滑线下滑线 money 能取吗 money 啊 N1 是不是根本就取不出来啊 请问你既然取不出来的话 是不是将来也意味着这个这个值 人家是想要在对象里边用 而不想让你通过对象引用 是不是直接取啊 封装到里边 这不就是一个封装的体现吗 我封装到某个丁装里边啊 有 但是我不让你用 比方说你为你同桌 对吧 你同桌假如说你女生了 为你同桌 你今天多大了啊 那同桌不给你巴掌才怪呢 是吧 女士一般不会告诉你年龙的吧 看上去像十八 你懂吧 是吧 也有可能看上去像二十五 有可能像十八 也有可能看上十五 有可能像二十八 也有可能 什么 说得失败的 有些东西是自己 内心知道是不会告诉别人啊 你取是取下来了 所以说 家 是有属性的目的 只有一个 不想让别人误取出来 这是一个点 那我就问 为大家第一个问题了 我既然不想误取 我怎么取啊 自然而来是不是要 给他添加两个方法了吧 来 他们回到课家说 通过自有属性的目的就在于 我不想让对象引用 直接去获取他的质 或者秀给他的质 所以说呢 我的整一个方法来获取 我的整一个方法 是不是来设置的呀 那么这么多之后 就保证了 将来你想用 你就去获取 你想设置的时候呢 还可以进行过滤 他们看着 我接下来 M点 比方说 我调用set money 就是set这个的话 比方说 我在括号里边 写上一个100 请问 是不是相当于 把这个100 传到这来了 这边来了吧 那么将来 我self的money 这个值是不是就变成了100 把你的值就变成了100了 那么 为什么要有get方法 还有set方法呢 这个啊 就称 简称为 这个叫做 这个简称为get方法 就是GET 这个哥们 然后呢 这个呢 简称为SET 这个叫什么呢 set方法 这个叫set方法 set方法和get方法 一般在其他语言里边 有严格的区分 G 专门重一点 定义一个自由属性 配合两个公有方法 这是其他语言里边的套路 都是这么多的 都是这么多的 那么 这么多的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你看着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么多的一个好处 到底干什么 你定义的属性叫money 我不想让别人访问 请问是不是把它定义成所有的吧 你定义成所有的 但是我以为说我也想访问 怎么办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前面 我加全线的验证 你是我亲信吗 对吧 你是我哥们吗 是我就告诉你 不是我当然不告诉你了 这个地方可以加全线吗 对吧 那么当你在去设置money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对一个类型的检查呀 A字一次训斥 啥意思 学过吧 学过 那天咱们在讲可迭代对象和迭代气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这个东西了吧 说过了哈 切翻 这个地方A字一次训斥 这个值如果是硬特类型的 请问是不是表示 处啊 如果你传过来的是一个数字 我就把这个数字传到money 可以吧 你如果传过来的是个字符处 这个条件不满足 请问是不是你传过来类型 是否不对啊 这不就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了吗 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第一种方式 但是同学们 直白点说 Python里边不太建议呢 你给它整一个这样的Site方法和Get方法 一般它不太推荐 你完全可以怎么做 其他语言都是这么多的啊 比方说开发ROS里边的 开发Android里边很多语言都是这么多的 都这么多 所以说你所听过的什么叫Site方法 Get方法 就是指的 有一个自由属性 我获取的叫Site方 Get方法设置的叫Site方法 Get和Site 两个 咱们刚刚是不是学过Property 升级升级之后可以变成什么 我写上一个Money 请问他们 Property 这是不是相当于定义一个隶属性叫Money 等于这个 等于括号里边这个 意味着啥呀 你接下来A点Money等于100的时候 请问师傅意味着是不是掉用这个地方的函数 掉用这个地方的函数 是不是这个哥们是不是自然而然 是不是就被掉用了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为了保证将来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可以用 我有了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但是我想要获取这个值 我得查看原码 我得知道掉这个函 在这个方法 我想要设置值 我得查看原码 是不是掉这个 那么 看着 当我这么一做之后 请问他们 我是不是去真正的看上去是给一个属性设置值 我看上去是不是真正的要获取一个属性的值 这么做有什么特点 这个地方会转化成调用这个地方这个函数 这个地方这个函数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 请问我这里边经过数据的验证数据的处理之后 我再去设置这个值 是不是相当于中间加的一步 加一步的目的在什么 是不是接下来你想验证权限呀 验证的数据是否是对的 是不是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验证了吧 请问 原来我是直接什么什么money等于谁 是不是相当于直接对这个东西 是不是进行修改了吧 但是现在你们发现 我拐了个弯 先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再过去设置这个值 是不是达到一个数据的过滤的一个多样 这不就是好处吗 给开发者留出来的 还是这个用 但是将来是不是相当于 咱们中间加了一层了吧 所以说Property属性 你看有多好的优点 这不就它吗 那么大家就往下看下面一个代表 你再看这个 再升级的话 我直接不想要这句话的话 是不是直接用这种方式 咱们说了是不是这种方式 就是装饰器的方式了吧 最终不都能实现吗 这就是应用 不管是刚刚看到的张稿里边的应用 还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种应用 最终一个点 把你调用的属性 这种方式 对应成调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边可以通过各种逻辑数据处理 最终得到一个值 这个值是不是就是咱们想要的这个相应的数据了吧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们Property学习它的一个目的 这是它 好的 那么接下来两分钟理解一下我刚给大家说的这个开始 谢谢啊